兩位總監還有我們在座都要回答驚訝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場次 我們要進行一場比較特別的 這樣一個時光的一個對話 也就是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時間的脈絡下 去看到不同世代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高齡首領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命經驗的一個對話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邀請到這四位呢 其實是有特別安排的 我們第一位呢 是代表我們這個高齡世代的代表 我們主持最高齡 我覺得非常有瑞幸的 謝謝 那第二位呢 是我們中壯世代的代表 就正在處於黃金時代的這樣一個代表 是我們第一位 那第三位呢 是我們新壯世代的代表 我們CP Erika 35歲的CP Erika 還有我們呢 新年世代代代表 DR Erika 25歲的代表 所以我們現在20、30、50、60、90 到不同的這個世代的這樣的一個對話呢 好那我想 我們在今天的責任論 還是希望做首領這樣 可以立即來進行判好 那因為在聯合作的統計呢 他發現說在未來的25年內呢 我們的百歲人類會增加四倍 那我們台灣呢 其實我們的平均壽命在未來十年 可能會延長到90歲 所以如果我們預期我們都可以活得很久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預作準備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長一百歲 那這個健康這個議題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首先先就這個健康老化的這個概念呢 這個定義 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這個 現在是屬於這個黃金時代的這個PH Medicare 你要先來談談對於健康老化 你的你的想 你的定義是什麼 那我們如何來做 好謝謝主持人 這個稱呼省略 各位夫人前輩 所有的夫人人 事實上 我被選為今天的禮台之一 這發生在說 有一天我在發手機 奇怪有個電話打進來 那個就是Paul 那你為什麼找我 要做這個什麼 你很合適 我想說奇怪 如果說 高齡的話 我算不算高齡 不算 不算 那我就跟Paul講說 有幾個人 我推薦給你 這PTG Square 我們設了PTG YG 那個 那有不設PTG Susan 這些都是代表 應該扶不到我 那後來 這事情的發展 今天安排的就是25 35 50 70 將近90 這等於說 每一個人從你 出生成長到 某一個程度以後 這幾個世代也結起來了 那第一個我在想說 如果說 要幫老化做建議 我覺得我們希望 不要用老了 熟齡化 熟齡是很成熟 所以我覺得熟齡化運動比較重要 熟齡化 那剛剛我想我們 都有幾位 這個 模範生的代表 我想代表 因為事實上 在座的所有人 可是你會找到說 你是屬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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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段時間 要怎麼走過來 我是覺得就是 就是 你在這個 這個年齡階層的時候 你要去想著 那所以我覺得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 老化 熟齡化 就是你要面對 你 現在要過的每天 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很年輕 有些年紀比較大 但是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每天都要 活得很精彩 就我們CB CB CB 他講的時候 欸 健康快樂嗎 所以我記得 記得幾年 幾年前 有一個很 很著名的故事 就是清光大學 有一個國號回來的教授 他小孩子正好在科學 進入科學院去念小學 他把小學老師跟他講說 欸 你們回去訪問你爸爸 問你爸爸說 你的人生的三大願望是什麼 喔 他回去他爸爸跟他講說 吃得下去 睡得早 笑得出來 他會覺得 欸 我剛好嗎 那錢讓來 是你的願望 啊 其實我想 不同年齡的人 你會想到 到某一個程度 你會覺得 好像我們以前說 啊年紀小 志氣高 怎麼年紀高的話 志氣小 因為你越來越覺得 你的能力有限 你要面對這些 這些所謂說明化的問題 你要去解決 所以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階段的人都一樣 就是說 你要面對每一天 那你怎麼樣保持 你的健康 保持你的 保持你的 你的 快樂 快樂是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就是 如果你快樂的話 我想這裡有很多 學醫的 要講一點就是免疫力 其實每一個人可能都 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那你為什麼會生命 就是因為你免疫力降低的時候 你就生病了 孩子就有所在生病 所以我覺得 怎麼樣 維持你 非常快樂 非常年輕 這個我就覺得 我們這 每一個都要去面對 我想我開始請教 謝謝 謝謝我們那個 黃金時代的 我今天訓練的 重點就是 我要活在當下 我今天都要活得很精彩 很健康 而且呢 不要用老字的字 有點其次的意味 不要用首領 而且要忘記年齡 那這是我們 黃金時代的 Recare 那我想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請我們 最資深的 我們的PG Square 你們來談談 對於這個健康老化 你的認為健康老化 是怎麼樣的狀態 要怎麼去應付 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要給您的勝負 各位親愛的服務社員 還有寶教還有好朋友 大家好 好 我們PB Sunny 所提出的這個問題 十年後 十年後 我現在 九十歲 大歲 好可怕 二零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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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 二零二七年 那麼從 十年後 來 回顧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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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麼樣呢 我還有十年要成的 如果有幸 十年後 還活成的話 就會來 有沒有想像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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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 什麼樣的情侶 所以我這個 可怕 我現在 姑且把它叫做 這個 Skoya 的 長頸A 長頸A 當那時候 我的師弟 人會 就看了我 三公司以上 我就不認得 這一位圖人社友 叫做什麼名字 這個長什麼樣子 都看不清了 耳朵 也 重聽 所以 語言溝通 都有問題 所以你要 對我講話 你可能大聲 好像在 在叫 我在聽得到 我的嘴巴呢 這個 靠這個 這個 人工之力 寧常可以進行 可是 十二五位 他就能講的 維持自己的生命 那麼大家都 然後 也不要憐憫我 可憐我 可憐我 因為上帝 或是菩薩 來 永遠給 每一個人 兩種全都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想真是什麼呢 我們 叫做 所謂的 場景 V 到那個時候 不是那個時候 這十年 往後的十年 我 我的 眼睛 我的耳朵 就是 眼不明 耳不衝 那麼 各方面的器官 也 逐年的退化 但是 我還是可以 走路 每個禮拜 走路去參加 台北北 兩夫人生的禮會 那我昨天都會放棄了 那麼 那我要怎麼樣來 過日子呢 當然 我要 繼續 我 這個九十年來 九十年來 九十年來 我所做的 這個 我還是要繼續 那 繼續 我的 這個 所謂的 健康所做 這樣的話 我雖然 就是 奉禮 這個 就是腳步 然後 步比蠻長 可是 我還是可以 跟大家 一起 來 享受 這個 剛才 杰鵬先生 他 他 他 談到的是 The last 10 years 就 最後的 十年 最後的十年 各位 非常珍貴 那麼 場景B 跟場景A 絕對不同的場景 我請問各位 我這個時候 應該選擇 場景A還是場景B呢 A B A B 他你B就好 是 然後我接受 各位的 喘 好 那麼 那麼 很謝謝 學中文 各位 有這個契機 讓喚醒我 一九十年來 過來 就這麼過來 往後 要怎麼講 從今天開始 今天來不及了 明天開始 我要進行 我的那個 健康守則 我是一定的 然後 連一個的 質詢一下 我這樣 我之前的 是很不夠的 有時候 要早一點 誰啊 沒有早一點 所以 都是這個 福利的 這個 典禮 什麼聖門位 有時候 就哭了 酒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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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家裡 還要洗刷一下 還要什麼 好 酒店多了 結果也不能 怪盡我這個 不鎮定 所以以後 各社如果 這個 操作酒店的 中的 那個 活動 我酒店以前 差不多八點八點 酒店多了 這個 這個 很失禮 這 可憐我 因為我不想當 場景 A 的那個 師傅 好 好 這樣 謝謝我的 秘密的師傅 就是對於這個 您 要再補充 等一下 我會再讓您 再多補充一點 就是您 因為昨天我在訪問她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我就無理無徒的 活到九十歲了 對 對 其實 把年紀做常常忘記了 這個也是 也許是老人實在生的一句話 沒有 其實她客氣 我發現從她跟她的談論 我發現她吸得非常自律 而且呢 也沒有益智力 還有更重要的是呢 服務人讓你有動力 一定要去 要去參與活動 要去參與議會 也讓你保持健康 這是一個很自律 很自律的一個習慣 這是非常好的 那您想想 今天我們的年輕人 您對這個首領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想像 您是不是先請我們師傅 Erik 好 那兩位總監 然後在場的主持人 兩位男人 還有各位 主持人先進 大家好 我是38A地區的 台公社創作社長 John C.P.Erik 那今天很榮幸來這個場合擔任 其中一個禮壇人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主題 對我來講 其實說近不近說遠也不遠吧 那對於我這個時代 35歲這個時代 我相信在場 我可以稱呼很多 服務人前輩是 一聲捏我臉吧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時代 其實在現在的社會環境當中 其實相對也蠻辛苦的 如果各位有小孩 在我這個年齡的話 也會聽到他們談論說 現在的工作或經濟或景氣 這方面的一些訊息 那對我們來講 那可能就還沒辦法想到 這麼遠的一個 這個熟齡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但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 今天的這個主題啊 就是說到這個熟齡化 或者是老齡化的一個健康熟齡 要怎樣去面對 那其實對我來講 它不是一個結果 而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會引導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它是一個累積的一個效應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年輕 這個時代來講 雖然長照離我們還很遠 但其實我們要從現在開始做準備 對 那包含了像剛剛CPM 都提到說 人未來到這個老年的時候 有三個笨 對不對 一個是老伴 那可能對我來講 我還在找 對 老笨 還在存 對 那這個還有一個老朋友 還在累積 對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三個是我 希望當我熟齡的時候 可以累積的這三塊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現階段的我 怎麼樣去累積這三個 不同的這個領域或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 或者是這個累積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講 是現在的 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 那我從很久 我17歲的時候 就看接觸福人 我從RYE出來的 然後一直到 台北社的福星團 也擔任過 社長 然後地區幹部 然後一直到現在 這個30初 然後在這個總監的這個支持之下 出來成立一個颱風社 那也希望說 把過去一些跟福人接觸的經驗 跟更多的年輕人分享 那以及 本池的這個取之福人 回味福人的一個心態 來這邊學習做福 那也希望未來 在更多的時間裡頭 可以從這些福人先進的 這個身上 取到更多 不一樣的福人經驗 然後獲獻給社會 這樣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今天 謝謝台灣人好 其實剛剛台灣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辦 這個高峰的原因 因為發現 有另外一個統計是說 台灣大概一半以上的人 他其實是能夠意識到 他要做到你的規劃 所以你剛剛提到這個 老伴老本老友 你在這個年輕人 就開始要去意識到 你要為這個做準備 所以我相信你絕對可以 達到你要的馬力的人生 好 那現在我們聽 最年輕的這個 這位這個 Erik Erik 您對於這個 對我們對於這個 健康老化的這個意見 那兩位總監 還有各位主持人 各位語彈 還有各位福人的長輩 大家好 哦 哦 長輩 我想我應該 今天在場 最年輕的一位 參加者 所以 各位一生長輩 所以我覺得很 很 對 一手當然 你不要太那個 建議 對哥哥姐姐 不要太在意 好 好 然後我覺得 健康老化我今天用一個 比較理性的態度來 分析 我覺得健康老化的這個部分 是 如果你在 老化是人類 畢竟的生命循環過程 那我覺得如果到 在老化過程中 我如果能 維持我良好的代謝率 以及我健全的 身心靈發展 那我覺得是我對 健康老化的一個定義 那我覺得 像剛才 uncle TGMatic 他有提到說 免疫力也是很關鍵的一環 那我覺得免疫力跟 代謝率 這個 這個部分 要維持的話 是有 通過有運動 是可以很好的 最直接最實際的一個 維持方式 那我本身是有在慢跑的習慣 可能如果這個禮拜 我偷懶沒有慢跑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個禮拜 感覺我起床 還有我的氣色 就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 那偶業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健康殺手 可是我覺得 在我們這個年間 現在很多人很習慣 從偶業 那我也 慢慢在藉這個習慣 可是我也是 有時候沒辦法 還是會偶業 那我隔天後 我健康的話 就非常不好 那我覺得 運動就是維持我們 運動跟偶業 然後健康的 我們歸日的生活 可以讓我們 比較健康的老化 那這是我覺得 這個 這個題目的定義 那我希望 在座的各位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維持運動的習慣 對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小艾瑞 那我問你 抱歉一個 就是我們在這個論壇之前 你有 你有去思考到這個問題嗎 你有去思考到這個問題嗎 你有去思考到這個經濟嗎 其實 嗯 對 這個年紀比較不會去思考到這方面 可是長照這個問題 其實一直以來是 呃 台灣的一個很 常見的一個社會上的一個重大的議題 所以其實 我對長照這部分有關切過 可是我覺得 在 老年這部分準備我實在 呃 也是 就是 受到他們提供的邀請後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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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過功的地域一間就 對 那你看到你走去 看到你的父親 對他們 對 你對你父母親的一個看法 就是他們在這個健康上面的管理 或是說 嗯 你如何去也 互相促進 你們彼此之間 對這個議題的過分知識 嗯 因為我父親他本身 每天早上他都會去公園 就是 走 走 問題是慢跑 他都會去走 然後有時候我會 可能我去 我陪他也去 可是我用跑他用走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 也可以促進親子複動的一個 很好的方式 很好 非常好的一個 做法 你跑兩圈他走 走半圈 好就是一起 對一起運動 培養你好的一個 共同家庭的習慣 好那我想其實 剛剛喔我們那個PG Square 他一元六子 因為 他已經開始去思考 他一百歲的目標 他為了達一百歲 他現在應該做哪些的準備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可能 讓大家來思考 想像一下說 如果我們這個 都能夠活到一百歲 那也對你的一百歲 有什麼想像 有什麼樣的夢想 會有什麼樣的目標 你要去達到 我們是不是先請 CDR 好 那其實對於一百歲的人生呢 在現在科技 醫學這種發達情況下 其實不會太遙遠 OK 那尤其是我在現在這個世代 看到了在場的就是各位長輩 然後都手持這個智慧型手機啊 然後一直來來去 我又覺得 其實這個人的行為 不會隨著年齡和退化 反正會更近不會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去學習一個新的科技 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便利 更愉悅OK 那所以在一百歲的人生 對我來講我覺得自我的期許 第一个当然就是 三十三岁 三十四岁加入服务了 那我希望到一百岁的时候 我还是服务人的 对然后可以维持 接下来的可能是65年的 百分之百的全情绿 那我们的整体组织去学习 就是能够持续的 在服务里头继续的学习服务 那我觉得这是 对自己一百岁的一个期许 那要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然后就会遇到 上一场讲说几位前辈分享 要到这个目标 现在要订定怎么样的一个行动计划 那其实外务 就大家常常讲的就是身心灵 我怎么样具备出够的条件 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生 那当然第一个在身体力行这一块 就是持续的投入 因为我相信服务人的领域 涵瓜非常的多 社会环境 然后社区服务 然后职业服务等等 那希望在这未来可能60年的这个期间里头 都可以尝试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 一个历练跟学习的经历 然后让自己可以往一个更高的一个频道的 去做这样一个培养 那同时间呢 对于自己在这样的发展上面 也希望透过不同的一些学习管道跟资源 然后去让自己在这一块可以有所成长 那我相信做服务的本质是来自身 已经照顾好自己跟周围 你的家人 你才有余地去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相信这也是服务人当务创立的一个本质 是以职业服务为出发点的 那我也期许这样子的一个本质 能够在我心中可以持续的去努力 那也希望在未来的机会可以实现 好棒的目标 就是跟着服务人当务 必须跟着服务的目标 好的